创世纪第十章 以下是挪亚的儿子 陕、韩、雅芙的后代 洪水以后 他们都生了儿子 雅芙的儿子是 戈滅、马个、马代、亚丸、土巴、米社、提拉 戈滅的儿子是 亚什基拿、利法、陀加玛 雅丸的儿子是 以利沙、他师、基提人和多丹人 这些人的后裔 分散居住在沿海的土地和岛屿上 个人随着自己的方言、宗族 住在自己的国土中 韩的儿子是 古时、埃及、福和迦南 古时的儿子是 西巴、哈非拉、萨福他、 拉玛和萨福提加 拉玛的儿子是 西巴和迪旦 古时又生宁禄 宁禄是世上第一位英雄 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人 因此有句俗语说 就像宁禄一样 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人 他开始建国是在士拿地的巴别 以利、雅甲和甲尼 他从那地出来到雅树去 建造了尼尼维、利河博城 加拉和尼尼维与加拉之间的利先 就是那大城 埃及生陆迪人 亚拿米人 利哈比人 拿福土西人 帕斯鲁系人 加斯陆西人和加肥托人 从加肥托出来的有 非利士人 加南生了长子西顿 又生赫 以及耶布斯人 亚摩利人 格加萨人 西魏人 雅基人 悉尼人 亚瓦底人 喜马利人 哈马人 后来加南人的宗族分散了 加南人的境界 是从西顿身向基拉尔 直到加萨 又身向索多玛 俄摩拉 亚马 喜扁 直到拉莎 这些人都是韩的子孙 随着自己的宗族 方言 住在自己的国土中 亚福的哥哥闪 就是西伯所有子孙的祖宗 他也生了孩子 闪的儿子是 以兰 亚树 亚法萨 路德 和亚兰 亚兰的儿子是乌斯 护勒 鸡铁 马施 亚法萨生 沙拉 沙拉生西伯 西伯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法勒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 世人就分散了 法勒的兄弟 名叫约滩 约滩生 中亚摩达 沙烈 哈萨 马菲 耶拉 哈多兰 乌萨 德拉 德拉 俄巴路 亚比 玛利 士巴 阿菲 哈 菲拉 约巴 这些人都是约滩的儿子 他们居住的地方是从米莎升向西发直到东边的山地 这都是陕的子孙 随着自己的宗族 方岩 住在自己的国土中 这些宗族都是挪亚的子孙 按着他们的族系 住在列国中 洪水以后 地上的列国 都是从这些宗族分出来的 这些宗族分出来的